歡迎收看逢星期四的每週一會環節 身邊嘉賓有耀才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王偉豪在旁邊 Rafi 你好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恒指報28,211點 跌189點 大市成交暫時到1,218億 這一節先回顧上星期你推介過的股份 編號是1361-361度 馬上和大家看看 整個星期的表現 今天5收在2.97元的位置 較上星期跌了1.8元 跌幅約6% 跑輸了就是大市的表現 大市方面整個星期都升了45點 輕微上升0.16% 之前你推介股份的時候 都偏向審慎 都會定低價位買入 雖然說今次都成功買入了 買入價在3.1的位置 但見到整個星期的波幅 最低過2.92 去到3.26左右 因為都有隨正因素 所以數字上會多了3.26元 中午市價收報在2.97元 暫時都有些虧蝕 怎樣去部署呢 其實以361度來計 對的確這個星期 雖然你看到上一半 就說對比個行刺跌 大概5%比較差 但剛才傳言 雖然說 的確這個星期 在自己推完之後 來計算有個隨正因素出現了 因為始終剛剛4月27日 是隨正的 當時末期息 大概3分人民幣 即37港元 變相3.7港元 變相你見到 如果要扣掉這三千多之後 價格是再上一步下來了 所以其實 期內都是跌 但原本跌幅應該不是那麼多 而且以自己本身定的 價格來計算是3.1到的水平 如果以現價大概3元 那邊來比呢 其實都是一毫子的虧損 甚至乎 以收息角度來說 加起來之後 其實大概 暫時在虧六仙嶺 即是不是太多 那雖片鎖的 還是先持有 目標價依然一樣 以3.6到的 做中短線的目標 而指示位 依然擺放2.8的水平 好 謝謝Raffy 和我們的分析 全新一個星期 又為大家推介什麼股份 如果以這個星期來說 其實的確不斷 這幾星期都說 推股來計算是越來越難 因為始終市場上來的水位 甚至很多股 其實都要動的都動了 本身今天來說 就想推一隻 就是之前覺得偏向落後的股份 特別之前炒過一輪 一些叫基建鐵老闆之後 反而這隻就沒什麼升過 但是這一輪都開始 其實是比較明顯一些 變相這一輪都不算太過落後 所以縱使你說 一會推介完之後都好 都會建議低一點才考慮 變相今天來說 都是推介一隻580的 財政電力電子給大家 好啊 都看看財政電力電子 編額580的一些簡介先 都講到 供應中國鐵路運輸裝備的生產配套等等 以及電網輸電的電子部件和系統 剛剛都提及到 都有關於基建鐵路板塊 究竟又是做些什麼呢 其實本身業務上 當然一會在業績裏面都會講到 它其實分三個業務 有一個叫做鐵路 即是軌道交通的業務 叫做楊極的飽和電礦器 甚至乎都有一些高壓電力的電容器等等 當然你說實質 鋁頭是怎樣用 或者是有什麼用途 說實質是一些很深的技術 甚至乎都是工程或引擎方面 才會比較熟 的確以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簡單 如果大家要理解 就是這些部件都是用來 建造一架鐵路裏面的一些部件 甚至乎鐵路裏面的每段距離的一些部件 亦都是電網裏面的一些裝備等等 變相沒有這些部件 其實整件事做不到 變相以需求性上去看 其實都是有在的 但只不過整個行業來說 的確就會比較分散 但是比較少看 它本身的客戶 其實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一些大的企業 像鐵路方面的 有南北車 北車是更大的一個大廈 而你說電網方面 亦都有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 都是它的客戶 變相來說 客戶群方面看 其實也不是太擔心 是什麼的小公司 或者會有所謂走數的一些因素 變相其實整個行業上講 都叫做比較是一個不錯的看法 看法就比較樂觀一點 一起去看去年那份業績 看到圖表上面有很多紅色 都對比和13年的全年業績 去做一個比較的話 其實似乎真的做得一般 收入方面 按年跌了三成以上 毛利也跌了三成 至於毛利率上升0.8個百分點 而股東應佔入利 14年只去到3200萬人民幣左右 都有迎轉規 至於平均的存貨周轉天數 上升42日 以及應收帳的周轉天數 亦都上升了124日 這些數字應該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迎轉規 其實由去年都已經看到消息開始 上半年開始已經有一個迎轉規的現象 就說到原因是收入延後 以及交貨的期間 有一個推遲在這裏 是不是都因為這些因素 都令到收帳的周轉天數 都不斷上升呢 其實初步這樣看 去年業績是真的差的 因為順利方面是虧錢 收入方面有大幅度倒退 而一些所謂不好的數字 即是存貨周轉天數 以及應收帳的天數 都說有個大幅度的上升 唯一叫好一點的就是財務利率 輕輕還可以升0.8個百分點 但是為什麼說業績會這麼頑皮呢 是不是他本身的營運出現問題呢 其實說真的就不是他營運出現問題 因為特別這些公司 始終都是說他接單 接了單就做完交收錢 但是如果以回接單方面來說 其實去年沒有任何問題的 他依然都是接了很多 不像剛才說的 比如國家電網 南方電網 南北車的單回來 但是只不過因為個別的因素 好像譬如電網的一個發展是更慢了 甚至乎北車一三年方面 其實曾經發生的事故之下 令到去年是有的項目是停了的 那變相這些又停了 電網方面發展更慢了 那變相很多本來下了的訂單 都不需要交付著 或者是延遲去暫停著 那需要形成收不到錢回來 才令到收入方面有個購買倒退 甚至乎應收帳方面有個急速上升 但是公司也說到一點 就是預期到今年都會比較改善 所以我覺得這裏 和例子和大家簡介 的確去年是比較差 但是你見到其實對股價的影響性 其實暫時看來都不算太大 股價之前也要繼續看業務分佈 剛才你有提及過的有書便電、軌道交通 和工業等等這三部分的業務 同樣地都看到收入上也有個變動 全部都要下跌 似乎情況真的很不樂觀 是否只是單單因為訂單問題 的確你這樣說 拆開三個細項來計 其實全部都是下跌 但是其實你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簡單來說 完全都是關於交付問題 就是比較延遲因素 因為就著比如說書便電的業務 來說其實特別當中的一些 工壓直流電項目 那個訂單的執行 其實見到管理層都說到 在那個程度是遠遠落後於這個預期 舉例上比預期為之慢的話 自然令到收入方面有個跌 甚至乎收入方面對比三年跌之餘 其實整個跌幅都是比較顯著 但是唯一很少的意思就是無利率 都依然是可以輕輕有個上升因素 因為始終本身它 書便電當中有很多部件 其實本身的存貨都存在 變相成本方面的控制 其實又不是太大出入 所以也有個輕輕上升的意味存在 但是當然在軌道交通方面 其實剛才講到一點 為何有個輕輕的跌幅呢 其實也一樣就是關於 剛才提到的最大客戶不車時 因為始終很多項目都叫停了 令到收入有個跌勢 甚至乎那個無利率方面 都是下跌了下來 因為始終去年 隨著特別在下半年 那個鐵路意見 即是某部分 叫做加分快之下 很多的原材料搶高了 形成了一個無利率方面 都有個壓力存在著 但是這些因素 其實都是我覺得叫過去了 今年來說 絕對有條件 是叫有個明顯改善的 所以變相這裏都是 叫做大家需要去了解這兩件事 但是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很擔心呢 我覺得就算擔心也好 起碼看完今年業績 如果真的都是這麼差的 才做回一個 真的比較重新的部署 或者重新的看法 但如果今年能夠改善得到的時候 就是多意味著 其實去年這些 都是因為個別的情況 而有個拖離在這裏 好 之前提及到的 就是收入 然後都可能 是否預期 今年有機會 收入可以有個上升的趨勢呢 都看看就是利好因素 第一點就是 業務是迎合國策的 其實應該都不難去推測 剛才都說過 他們都幫人藍車、北車 都是他們的客戶 如果現在又有些國策上面 可以看到 都需要更加多的 對於高壓輸配電 高壓輸配電 軌道交通等等的裝備 都需求會越來越多 相信看到譬如一帶一路 或者十三五等等的政策 應該都要繼續推升 就是他們接下來的表現了 其實始終本身的業務上 都是主要剛才不斷強調 為了一些高壓輸配電 軌道交通提供一些裝備 提供一些電子配件 基本上只要國策是走這兩方面 對於它都會有個大動性 但當然大家問到一點 實質幫助有多大呢 說真的它無法回答 因為始終這些行業 很多時所謂透明度真的不是那麼高 它不會說 說實給你聽 拿到多少錢的單 佔了多少的佔比等等 很多時只會說中標 照表各樣東西 所以其實很難 實質知道數字是多少 但變相從各方向上說 始終整個國策迎合得到 對於它來算 我相信都有幫助 特別是高壓輸配電方面來算 在內地去年都有一個 所謂能源行業加強 即是大氣污染防止工作的方案 當中其實有十二個 所謂治理的一個 真是叫做輸電項目 而當中八個 其實是一個所謂高壓直流電 輸電項目 而除此之外 另一邊廂國家電網 其實在去年方面都開始 是說了會建設 所謂五膠八石的一個 十三條特高電壓的一個線路 今年都會走的 而另一邊廂 就是在2020年之前 都想說到去到二十七條 所謂五中五環的一個 即是特高壓電路的一個情況 隔離萬賣 由今年有大力投放 到來近五年都還是高峰期 即是變相這五年裏面 我相信在整個 真的這個輸配電項目的一個 真的特別採救方面的需求性來看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推動 自然對採徵 我相信 來近訂單方面的幫助性 其實都會比較明顯 而二來你說 以回軌道交通裝備來算 其實都 我覺得大家都容易去理解 特別提到一帶一路和十三五 因為一帶一路 之前才剛剛定下了路線 甚至乎亞頭行 初步都是慢慢成立 即是得到 變相那個前景就有段時間搞了 變相對整個軌道裝備的需求 都會有一個很長遠的一個推動 而二來十三五方面都一樣 如果以回十二五 就剛剛今年是第十二個五年 如果以回今年 之前早排出的 全國鐵路投資的壓度 其實都是達標的 甚至乎加上這五年來計 即是十二五來講 是比年初 即是一零年當初定的目標更加超標 之餘 年一三年之後調整的目標 都是超標的 基本上十二五是一個很大幅度的一個投房期 但在十三五方面來講 其實我相信速度不會太減慢 因為暫時內地看到很多的報章說到 預計回到年一十三五 全國鐵路投資的預期 都特別在新建天路方面 都有成二點三萬公里 攝資都超過三萬億那麼多 以推動性來看 其實都會比較大 而且不斷說到 它本身的客戶都是筆車 雖然你說筆車會跟藍車合併 但我相信合併完之後的中車 怎樣說都好 單方面都會繼續找回財政去做 因為以往 雖然你說今次是藍車吃了筆車 但如果以往筆車找開的供應商 都是供應穩定 小股的車都OK 沒什麼問題的話 沒理由這一下合併完之後 就完全不找他做 所以我相信反而繼續找下 對財政訂單方面的推升更加之大 因為至少我相信部分 可以吃得到現在藍車的訂單 所以面前景上說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不錯 大環境上面都有一些支持 相關板塊或者股份的表現 另外也要看回 剛才也看過份業績 都做得很一般的 今年是否都預料可以看好 因為都說14年年底 有兩間主要的電網營運商 都增加了他們的投資 令到當中電力電容器的訂單 和銷量都有大幅增加 調整13年的同期去比較的話 增長有成一倍以上 是不是都已經可以預算了 是否這一筆數 當然如果以你這樣看 的確剛才說去年月資是差的 今年我相信都會比較好些 因為剛才以前都說 其實在去年年底 都跟兩間主要的電網 即是南方電網和國家電網 沒有訂單的簽訂 或者是大幅度的增長 如果以14年來講 之後都五次 其實中標了國家電網的招標項目 甚至兩次中標了南方電網的採購招標 以訂單水平上講 調分13年同期增長超過一倍 不要說入賬 今年其實只做香港八成 都已經有大幅度的推升 甚至如剛才那一點就不車 以往最大客戶 13年就因為一些事故 14年就慢了很多 訂單 但到了去年下半年 已經慢慢恢復了功課 面對整體來說 其實已經開始出現穩定 變回以前的水平 所以在今年的業績上講 我覺得的確有一定的一個 真是不錯的看法出現 好 再去做一個比較 看回去年來講 上下半年的收入 或者是順利方面的變化 都看到在下一版 其實看到了 上年的上半年來講 都收入上面去到2.35億 都看到了 暫時看回 下半年 收入反而有上升的情況 都看到收入方面是多了 而且股東的應佔入利 數字就是少了 沒有負數 沒有負得那麼多 無理率方面也是上升了 拉均勻 才會有全年的業績 表現是這樣 另外 用手頭的訂單去計算 預計今年的收入 有成8億元人民幣 按年就升成5.6 再計算上 上年說到收入 然後可以令收入 上升的幅度再多些 以你來說 這裏來計算 當然另一邊商 再拆解去年業績因素 因為全年來講 沒錯是虧錢 但都要公平地說 分兩個半年去看 而特別看到去年下半年開始 都明顯地有個很大的改善 一來就算了那裏 收入方面有個明顯回升 而以來的 那個常理方面 其實只是虧損大一千萬 即是較頭半年虧損二千二百萬 其實都明顯是縮了很多 而且這裏無理是最顯著的 當時頭半年只有兩成七 大約到下半年急增到三成四 也都變相下半年 其實所有事情 開始是做好 而這個情況 其實今年回來 特別是頭半年 我相信都會繼續延續著 而且管理層之前 在去年即出完之後 都說到 其實以在手訂單去計算 預期今年的收入都有八億樓上的人民幣 如果以去年5.17億去計算 其實按鈴升五成多 所以面上今年來說 我相信樓規的機會經常高 甚至乎有得 不要說改善 我相信大膽地說樓規的機會經常高 面上我相信以整體前景上看 其實你說直播性的心態上 其實都一定不錯的一個直播性 好啊 都見到今年都有一個直播性 不過就看看近期股價表現 都叫做波動好像都幾大 都見到一路上升上去 近期股價除了之前股東減持之外 都見到一路是升的 可以在下一版就看看風險因素 都說有些個別項目進度受到影響 令到他們的盈利表現比較波動 另外一點就是股東減持的近期 都怎樣去看回現在的風險因素 當然依回風險來講 的確那個盈利表現很波動 13年其實當時就賺錢 基本上急增很多倍 但到14年因為項目慢了就蝕錢 到15年剛才說到 預期慢慢做回 又應該都會賺錢 當然你說賺錢已經是好的 但始終過去幾年不斷變的時候 對無論股價或者投資者角度去看 應該都不會太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自然來計 這個都會構成股價上的風險 而你說第二個因素來看 其實就明顯看到有個減持因素 之前第二大股東都會有個減少情況 甚至減少之後 其實這一刻的持股都依然有7.9% 變相持股量都依然會繼續披露 甚至乎以股價更加升那麼多的時候 的確不排除可能接下來 還有一個減少的可能性存在 因為有減少的股價 會有一個秀類 所以這些來說 都會構成對股價 一個比較明顯的風險因素出現 最後都要和大家說說部署的策略 先看到近期股價有個不斷攀升的情況 似乎你一開始想說到 都想看看有沒有板塊可以追下落後 但現在好像都升上來了 更加知道今天升了1.3% 在做1.58% 中午雖然收報1.54% 但是怎樣去看或者是部署分 是不是真的要摸著頂部署呢 當然如果以現階段 就不建議大家這麼急去追 因為短期升得比較急 我覺得就以垃圾附近 過四度做入市位 目標價放在過百度的水平 而指示位放在1.25元 我覺得短期要穿回這位置附近 約10天線 我覺得先人考慮指示離場 其實都可以做中短線的考慮 謝謝Rafi和我們分析這一隻股份 財政電力電子編何580 這隻股份本身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 謝謝 如果家庭觀眾想重溫我們節目內容 上官網 www.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待會再談